7月10号,黄岩岛海域生态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黄岩岛海域环境质量优,珊瑚礁生态系统健康。 当天上午,生态环境部举行媒体吹风会,介绍有关情况。 据介绍,2024年5月至6月,生态环境部华南所海洋中心珠江南海局监测科研中心参加单位成立专业化调查队, 对黄岩岛海域生态环境状况开展现场调查,结果表明,黄岩岛海域不仅生态环境状况好,而且呈现出向好发展态势。 据悉,本次现场调查是在总结历次调查研究成果基础上, 对黄岩岛海域生态环境的第一次全面棋检,丁慧指出,本次调查有四个新发现。 首次在黄岩岛海域的海水成绩物一类样体中未检出氢化物, 首次调查给出了黄岩岛海域海漂垃圾的污染水平, 其平均密度与全球其他离岸海域相比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首次基于带上断面录像法调查记录和分析了黄岩岛交期以内的状况, 首次定量调查分析了车取的栖息密度, 并且发现了苍山湖、多孔西、软山湖等重要的生态类群。 2023年以来,菲律宾反复炒作中国渔民在黄岩岛海域使用氢化物捕鱼。 林奎表示,本次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使用氢化物毒鱼等非法捕捞活动。 报告中提到,黄岩岛及周边海域每平方千米平均有2.6克漂浮垃圾, 海面漂浮垃圾平均密度处于很低水平。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庆指出, 这与我国不断加强对该海域的生态环境巡航监管密不可分。 就我们了解,相关部门对黄岩岛海域也是持续开展了海面漂浮垃圾跟海底废弃的渔网、渔具等进行清理。 那我们这些的工作实际上很好地保护了黄岩岛海域的生态环境。 在历次的海上调查的过程之中,我们的船员和全体的调查人员没有向调查的海域排放任何的废水, 也没有丢弃任何的固体废弃物等。 我们这些调查的一个垃圾全部为泡沫塑料。 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对这种泡沫塑料的具体来源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与分析研判。